今天凌晨,一甲联赛第六轮比赛继续进行,领头羊由文图斯主场2比0击败伯洛尼亚,迪巴拉打破新赛地球荒,C罗助攻马图伊迪进球,罗马主场4比0大胜负罗西诺内,结束5场。 不胜的尴尬,纳布勒斯主场3比0完胜帕尔马,尹西涅首开记录,你立刻没开二度,球队继续紧追,由文图斯,由文图斯主场2比0击败帕尔马,阿莱格里更换6名首发并改打3后卫,开场第11分钟,伯木齐长船找到禁区,马图伊迪抽射被挡出,迪巴拉倒地又将抽射打电磁脚,第16分钟,看三洛左路起球。 C罗底线处回敲,马图伊迪小角度左脚打进顶蹲,随后双方在无破门,由文取得新赛季的向赛是7连胜,罗马主场4比0大胜负班长弗罗西诺内,开场仅两分钟,云戴尔近期爱维图斯冷剑打进球门死角。 第28分钟,三洛右路低平球传中,帕斯托雷脚后跟科进球门。 第35分钟,云戴尔右路突破后横传门前,沙拉为中路推射空门得手。 第87分钟,佩莱格里诺左路突破后到三角回船,科拉罗夫跟进推着破门,罗马取得一抢就为个胜利。 其他比赛中,纳布勒斯主场3比0击败帕尔马,继续在积分榜紧追尤文图斯,拉起奥克成2比1立刻乌迪内斯,取得联赛4连胜,热卖亚主场2比0击败卸卧,老将潘德夫再有进球,亚特兰大宇都林,卡利亚林与桑普多利亚的比赛争护家,白卷。